第14題 有一物體由靜止做等加速度運動 最初2秒走了10公尺 若全程為360公尺 走走完全程還需要多少秒 我們當然可以代公式解決也可以畫圖解決 老師習慣是畫圖解決 我們畫一個VT圖 然後呢我們從靜止出發 我們2秒鐘會走了10公尺 VT圖直線代表加速度 面積代表位移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速度呢 應該就是10 因為三角形面積是底乘以高除以2 所以表示這個就是他的5倍 這個是T的話 這個就是5T 所以我們在T秒的時候 有5T秒 我們這個總共的面積呢 就是360 所以呢 底乘以高除以2 會等於360 所以5T平方就等於720 所以T平方呢 就等於144 T就等於12 但是我們答案不是12 12是總共要花12秒 他是為我們說還需要多少秒 我們還需要12-2 我們還需要10秒鐘 所以第14題問我們說 若全程為360公尺 則走完全程還需要多少秒 我們答案選擇是C 10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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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